我们不可能杀人呢 但是我告诉弟兄姐妹 那借着这段经文 其实我们可能天天在杀人 OK 这是后话 那这周也是长周末 那弟兄姐妹 先祝福大家节日快乐 有一个美好的假期 那我认识一位牧师 跟他很熟悉 他给我讲过一个见证 那他曾经 这是十几年前 他到北京去参加 去带领一个培训 那次呢 因为是在北京 所以他们选择了一个比较安全 他们认为是比较安全的地方 就到北京的郊区 稍微比较偏僻的地方 租了一个hotel 去进行一个 全国性的传道人的培训 都是家庭教会的 这些传道人的培训 那次报名参加 培训的有九十个人 加上这位牧师 是九十一位 九十一位弟兄姐妹 在那里聚会 那正当他们聚会的时候 警察冲进了他们聚会的场所 那次去会场的警察 总共有九十一位 所以你就知道说 他们这一次的培训活动 是警察是非常的清楚 连多少人都很清楚 那每一位警察 带领一位弟兄姐妹 到不同的房间进行审讯 那有一位年轻的牧师 年轻的警察就带领这位牧师 到一个房间去审讯他 问了很多的问题 其中有一个问题 是这么说的 这么问的 说你为什么大老远的 从美国到这里来 破坏中国的社会秩序 牧师回答说 我在这里不是破坏 我是来帮助政府建立一个和谐社会 那如果你知道十几年前的话 大陆的当时是胡锦涛和温家宝执政 当时有一个全国性的口号 叫建立和谐社会 所以这位牧师说 我来这里是要帮助你们建立和谐社会 这个警察就觉得很奇怪 怎么可能到这里来 帮助我们建立和谐社会 所以就问牧师说 你到这里来 怎么帮助我们建立和谐社会 那这个牧师是这么回答的 牧师说 你们警察也好 法庭也好 你们只是被动的抓捕 审讯刑罚那些违法的人 你们却不能够帮助公民 能够自觉自愿的去踪迹守法 而我正是 我的工作正是帮助人 能够自觉自愿的踪迹守法 这么回答的时候 这个警察就无话可说 那到第二天的时候 那这91个人等于都陆续的 就从拘留所等于就放了 那释放这个牧师的 还是头一天审讯他的那个年轻的警察 那在门口 在居留所门口封守的时候呢 这个年轻的警察就对这个牧师讲了一句话 他说你昨天所讲的 我认为很有道理 是不是这个道理 当主耶稣 面对那些门徒告诉他们说 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的 而是要成全律法 其实是一个同一个意思 律法的确是颁布给人要遵守的 但是这些国家机器 不管是警察也好 2000年前的 不管是工会也好 罗马的那些兵丁也好 总之他们都是被动的来抓捕 审讯刑法那些 违法的那些人 特别是犯罪的那些人 但是他们却不能够帮助公民 能够自觉的维护法律 自觉的遵守法律 所以在这方面 他们是无能为力的 他们只能用恐吓 威吓 刑罚 来让人被动的来遵守法律 但是却不能够主动的 来遵守法 那主耶稣 在登山保训的时候 面对那些跟从他的门徒 在讲说他来 就是他不是要废掉律法 而是要成全律法 那其中就包括这样的意思 他并不是要把那些法律要给废止 而是要应验 要完成 要成全 所以呢 今天的这段经文呢 其实呢 OK 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呢 其实是 主耶稣 在讲 在讲 一个对比 就是过去的律法 因为我们上次讲过说 律法的内容是非常的 非常的多 包括宗教类的 这个节期类的 献祭类的等等 还有道德类的 等等的 很多方方面面的 形式 民事 宗教方面的内容 那借着耶稣的降生 受死 复活 那很多呢 我们后世的这些基督徒 就不需要来遵守 比如说那些献祭 那些节日 隔离 安息日 都是因为耶稣 已经成全了 已经完成了 我们不需要再遵守 但是还有很多律法是 跟道德有关的 那耶稣怎么来帮助 来成全 来完成 来应验这些道德性的 这些律法呢 特别是摩西的 这个 这个 十节 十节呢 那 其中有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等等 不可做假见证 不可贪婪 包括前面的说 不可拜偶像 只能有 只能敬拜耶和华神 不可网称 耶和华的名 等等 那包括当然 还有很多其他 摩西的律法 在民事方面 有很多道德方面的 道德方面的律法 包括我们读 那个路德记 其中的律法规定说 当你收庄稼的时候 你不要把那个田脚 收干净 你撒到那个田地里的 那些麦穗 不要收 要留给那些穷人 包括那些果树 你在收成的时候 你也留一些 要给天上的飞鸟 给那些穷人留下 这也是一种道德的法律 那这些的国家的机器 国家的机关 它没有办法 或者说这些执法的机构 它没有办法 让你主动的 去来踪行 这些有关道德方面的法律 他们只能够被动的刑罚 惩治 所以耶稣说 我来是要成全律法的 更重要的是要成全 这方面 道德方面的这些律法 让我们能够因着耶稣 有一个新的心 有一个新的生命 因着我们归颂了耶稣 成为上帝的儿女 借着他十字架上的词 就像刚才我们唱的这些诗 所提醒我们的 借着他的大爱 他奇妙的手 我们这个人 有了新的生命之后 有永恒的生命之后 我们因着感谢 因着报恩 我们愿意来踪行 这位神的律法 所以这个呢 归根结底的成全 是要到将来 耶稣上了十字架以后 那耶稣的爱激励我们 愿意来踪行他的律法 一直到见他面的日子 所以这是一个 很长的一个过程 OK 但是当耶稣宣告说 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 而是要成全律法的时候 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 但是耶稣在讲这段经文之前 他讲说 你们的义若不超过 法利赛人的义的话呢 断不能进天国 这就讲了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内容 也就说 这些宗教的领袖 他们对于神的法律 根本 那个背后的精益 或者说 他们只知皮毛 他们对神的律法 根本可以说是不了解 尽管他们是教导神的律法 但是他们并不真正明白神的心意 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五章 耶稣举了六个例子 其中也是借用 包括今天的经文是借用 实际来对比 他对基督徒的不一样的要求 或者说更高的要求 那其他我们会陆续都会来看 这个对比 也就是说 神他对他的儿女的这些心意 这些宗教的领袖 他们只知道皮毛 或者只是了解外在的行为 而对于那个背后 那个要求 要求的背后 他们并不清楚 也不教导 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 这些法利赛人 他们不真正认识耶稣 他们还没有新的生命 所以他们只能停留在表面 只能停留在外在的行为 所以当我们今天来思想 耶稣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义要超过 法利赛人的义的时候 那我们不光是要主动地说 来认识这位耶稣 接受这位救主 更是要对旧约的律法 要有一个新的认识 更深入的认识 OK 那在这里21节说 你们听见有丰富古人的话说 不可杀人 OK 不可杀人是十节当中的第六节 OK 不可杀人 请问弟兄姐妹 当你们听到这个律法的时候 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 什么叫杀人 对吧 我们肯定想说 那什么叫杀人 OK 当然 OK 这个 就是额外的话 不可杀人是指 不可蓄意的谋杀 这个不包括正义的战争 不包括对那些死刑犯 处死刑的这种死刑 死刑也是把犯人要杀掉 但是那个不叫 这个不可杀人的那个杀人 所以我们把这些正义的战争 对死刑犯的这种 这种夺去他的生命 这不包括在内 OK 在这里说不可杀人 当提到杀人的时候 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 把一个人的生命给拿去 这个人肉体的生命等终结 对不对 我们认为这叫杀人 也只有在这种 蓄意的杀人 谋杀的时候 这些国家机器 警察也好 法院也好 检察官也好 才会介入 才会审讯 才会审判 对不对 那这个诫命不可杀人 是颁布给谁的呢 在这里说丰富古人的话 那个古人就是 当年旷野当中的 以色列人 那时候是神借着摩西 给旷野当中的这些 以色列人颁布的 民事法也好 刑事法也好 宗教法也好 总之 这个世界当中 不可杀人是颁布给当时的 当时的以色列人的 当然我们可以首先想到说 不可杀人的杀人是指 特别是对那些审判官来说 是指把人的肉体的生命拿去 这就叫杀人 但是在这里 耶稣紧接着说 紧接着说 二十二节 这紧接着说 只是我告诉你们 OK 这个你们跟那个古人 是不一样的人 那个古人是旷野当中的 肉身的以色列人 但是二十二节这里说 你们 尽管当时耶稣的听众 也是以色列人 但是他们是真的以色列人 因为他们是信靠耶稣 跟从耶稣的 属天国的一批人 那耶稣对这些真以色列人 他的丰富是说 凡无缘无故的 向弟兄动怒的 难免受审断 OK 那就把这个不可杀人 跟不可动怒 来做一个对比 请记住 那个无缘无故 那我们的中文译本当中是 没有翻译出来 但是呢 有一个括号 说有的译本是有这个词 那有这个词是对的 因为动怒呢 因为圣经当中有义怒 公义的义 义怒之说 OK 那义怒是正当的 我们应该对那些传讲 异端邪说的 我们应该要愤怒 我们应该要批驳等等 OK 所以呢 在这里向弟兄动怒 不是指这个义怒 所以呢 我们先把这个概念给捋清 OK 也就是无缘无故 向弟兄动怒的 跟这个不可杀人 做了一个对比 那这个对比呢 有什么意义呢 有什么意义呢 它的意义在于就是说 刚才说什么是杀人 杀人呢 是从审判官的角度来说 是你结束了一个人的生命 无缘无故的结束一个生命 是一个事实 一个外在的事实 但是耶稣看杀人 是看什么呢 他是看你一个过程 从你开始预备 开始动怒 一直到生命结束 它是一个过程 因为一个人 他把另一个人的生命给拿去 他不是无缘无故的 不是无缘无故的 在这里不可杀人 因为他是谋杀 凡是谋杀的 都不是无缘无故的 除非那种意外 意外那是另一回事 那不是指这里的杀人 杀人是有预谋的 OK 凡是有预谋的这种谋杀呢 都不是无缘无故的 一定是有原因的 但是这个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但是他最接近接触人家生命的 那个原因 就是愤怒和仇恨 所以当一个人决定要结束 另一个人生命的时候 它是一个过程 可能因着一些什么的原因 让他的心中非常的愤怒 非常的仇恨 以至于他到了一个地步 他要结束一个人生命 他可能也许开始要磨刀 也许开始要买枪 也许要开始计划 那个被害人的那个行动的路线 也许要观察这个被害人的那个作息的时间 整个这个过程 对于法院来讲 他是可以审讯 审讯他背后的动机 但是要根据他 是不是结束一个人的生命 来定他是不是杀人 而耶稣对他的跟从者 是从整个从你开始生气 仇恨怀怒的时候 就开始 这已经开始进入到杀人的过程当中 这就是杀人 所以神对真的以色列 他百姓的要求 要远远高于旷野当中的 那个肉身的以色列人 这种要求是合理的 因为旷野当中 那个肉属肉体的以色列人 他们不认识真神 他们还没有认识真神 他们仍然活在罪恶当中 尽管他们跟着摩西 从埃及出红海到了旷野 但是他们不认识神 他们仍然活在黑暗当中 所以他们能够做到 不可谋杀 不要轻易地 结束一个人的生命 已经不错了 但是神对于有了神 永恒生命的儿女 真以色列人 你我这些基督徒的时候 他的要求就更高 要断绝杀人的根本的那些原因 从愤怒也好 怀怒也好 仇恨也好 要从这儿开始根除 以至于那个谋杀 就不会真正地发生 因为我们讲到杀人 我们首先讲 刚才提到说肉体的死亡 其实很多人肉体还活着 但这个人已经死了 对吧 这是圣经的语言 有时候我们在家里也听到 妻子会骂丈夫 说你这个死人 明明他坐在那看着电视 他却说你这个死人 什么意思 对吧 所以他不光是指肉体 生命的结束 他也指 就是说这个人 他的灵性 已经处于一个黑暗当中 他已经不能够真的跟神 能够联合 或者活出一个神的新的生命来 所以呢 从仇恨 从这个怀怒 从这个奉恨当中 从这儿开始 耶稣就已经要断绝 不可杀人的这个动机 以及内心的那种 就是引起杀人的 那个内心的那个动机 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 所以呢 所以在约翰一书雅各 这里提到说 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 所以神把这个动机 杀人的动机提得非常的高 当你仇恨一个人的时候 你就是在杀人 尽管被仇恨的那个人 生命还在 没有被结束 但是你已经开始杀人 这就是神对他的儿女 基督徒的要求 凡恨他弟兄的 就是杀人的 你们晓得凡杀人的 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 这个不是说 因为你恨人 你就不能得救 或者你的这个 永恒的生命 等于就失去了 他不是这个意思 他的意思就是说 当你恨人的时候 就是杀人 那你这种杀人的行为 就是没有把你那个 永恒的生命给活了出来 你是有永恒的生命 但是你这个永恒的生命 你还没让它 能够影响你的生命 没有让它指导 你现在的言行 是指这个意思 没有永生存在我们的心里 就是没有让这个新的生命 成为我们一个主导 而是还让那个旧的生命 来影响来左右我们 是指这个意思 所以你看 神对基督徒的要求 是非常的高 这并不是说 当年在旷野当中的 那些诫命 那些包括实戒 那些律法 等于就是不对的 没有这个意思 新约说律法 包括旧约的律法 都是好的 都是圣洁的 这个其实就像 我们对一个孩子的 要求和对一个大人的 要求 它就是不一样 因为你对一个孩子 要求很高 他根本就做不到 他连理解都理解不了 他怎么可能做得到呢 对于没有神 生命的旷野当中的 那个肉身的 以色列人 你的要求 就不能够太高 你要求高 他根本都听不懂 就不要说做不到 但是对于你我这些 有了耶稣 新生命的这些基督徒来说 你已经知道神的心意 你知道了神的 全辈的启示 借着耶稣 道成肉身 上十字架 死而复活 这些启示 你都已经听过 你也知道 什么叫永恒的生命 你也知道天堂的荣耀 因为你看过 听过启示录的教导 等等 包括福音书当中 对于末世的启示 这些你都知道 你有了永恒的生命 那对你的要求 就要高 那这个要求 不光是要求你外在的言行 更是要求你 要求你内在的思想和动机 那内在的思想动机 是这些警察 这些法官 检察官 他们没有办法触摸到的 法律 国家的法律 更是管不到的 他也没有办法管 OK 所以呢 OK 我们看到说 当题目是说不可杀人 我们就知道说 那他是从我们 那个愤怒 仇恨开始 那就已经是杀人了 所以我们是不是天天 天天在杀人呢 所以不可杀人 并不是在这里 哗众取宠 或者是威吓弟兄姐妹 不是 而是实实在在的 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开始 当我们生气 发怒 仇恨的时候 其实已经开始在杀人 所以这就是神 对于 你我这些基督徒的 一个不一样的要求 从圣经当中 我们看 有很多 因着 OK 有一句话这么说 我们的愤怒和仇恨 并不一定 并不一定 引起杀人 夫妻之间也会吵架 父母儿女之间也会吵架 也会很愤怒 很生气 就不说 同事之间 弟兄姐妹之间 那这些愤怒也好 仇恨也好 不一定引起杀人 结束人家生命的后果 但是 谋杀 一定是有 一定是有愤怒 有仇恨 否则不会走到 极端的那一步 所以呢 我们从圣经当中 我们就看到说 的确有很多 因着愤怒 而引起 最后的杀人 的确把人的生命 给终结了 那创世纪 第四章呢 讲到 亚当和夏娃的 两个儿子 一个叫 该隐 一个叫亚伯 该隐是种田的 亚伯是放羊的 那这两个孩子呢 也把他们的出产 他们的产品 拿出来奉献给 耶和华审 那该隐呢 就是从他的物产当中 拿出来奉献 那亚伯呢 他不是随便到羊群当中 拎只羊奉献了 而是把投生的羊 奉献出来 把羊的汁油 奉献出来 那结果是呢 神悦纳亚伯的奉献 不悦纳 该隐的奉献 结局就是这儿 那当神悦纳亚伯的奉献 那该隐就 大大的发怒 变了脸色 到第八节这 该隐起来 打他兄弟亚伯 就把他杀了 你看 其实 多大的个事呢 多大的个事 只是奉献出来的东西 一个神悦纳 一个不悦纳 那你下一次 你就拿你 出手的这些土产 奉献出来 神自然会悦纳 他不检视自己 他却挑 亚伯的问题 那这个愤怒 在心里聚集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他就会表现在行为当中 以至于他把亚伯给杀了 OK 那《创世纪》37章 也记 整个《创世纪》后半部记载了一个 很长的一段故事 那雅各有12个儿子 当时在37章的时候 还是有11个儿子 那这个雅各呢 他很溺爱约瑟 这第11个孩子 所以呢 做最好的衣服 给这个约瑟穿 以至于呢 这个十个哥哥呢 就很妒忌 就很生气 OK 那当这十个哥哥看到父母 对弟弟约瑟 这样偏爱的时候 经文说 第四节这里说 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 爱约瑟过于爱他们 就恨约瑟 不与他说和睦的话 然后呢 约瑟做了一个梦 告诉他哥哥们 他们就越发恨他 你看 这个恨寄居在心里的时候呢 连那个亲情 都不顾了 按理说 你想 他们这些兄弟 应该都是年龄相差很大的 特别是老大 老二跟这个老十一 都是 你想 长兄如父啊 应该是 不要说父母 溺爱这个最小的弟弟 应该这些大哥哥们 也应该是 很爱这个弟弟 应该是 更加保护这个弟弟 但是 你看 这种嫉妒心 在心里 酝酿的时候 就成了仇恨 越发恨他 以至于呢 他们要把弟弟都要杀掉 当然 圣经记载 老大老四 出于怜悯心 怜悯父亲 怕父亲太过悲伤 所以呢 就没有杀这个弟弟 最后呢 是把他 把约瑟给 卖给商人 带到了埃及 那你看 这个仇恨 它引发了 多大的一个恶果 OK 这是 圣经当中 记载的 约瑟的哥哥们 对约瑟的这种仇恨 那还有 扫罗 第一位以色列的国王 如何仇恨 第二位国王 大卫 那当时 在 萨摩尔基上 十八章的时候 当时大卫 还 还不是 还不是王呢 还没有登基 那只是因为 大卫呢 他还是一个少年 他去迎战 菲利士人 那个巨人 那个哥利亚 结果呢 用那个 可以说 那个弹弓 结果呢 第一个石头 等于就把这个巨人 给打倒了 然后带领其他的军兵 等于就 打败了 这个菲利士的军队 当他们凯旋 而归的时候 那些以色列人的妇女 就开始在 跳舞 唱歌 那他们 其中唱的 就说 扫罗 杀死千千 大卫杀死万万 当这位国王 听到百姓 这么唱诗的时候 心里就开始生气 经文记载说 扫罗 圣发怒 不喜悦 这话 就是那些妇女说 那大卫杀死 万万 扫罗杀死千千 他不喜悦这话 就说 将万万归大卫 千千归我 只剩下王位 没有给他了 你看 这种嫉妒心 在心里 没有消除的时候 那个愤怒 激距 还有这个 仇恨 以至于 他开始 从那开始 到处追杀 大卫 那当然最后 没有追杀成 但是 这个杀人的心 已经有了 只是他没有 逮到机会 因为有神的 忽悠 那但我们 能够知道说 你看 愤怒 如果我们要不清楚的话 不处理的话呢 他会 很多这样的愤怒 这样的仇恨 会引起 这样严重的后果 所以呢 经文 我们诗篇这里说 当止住 怒气 离弃 愤怒 不要心怀 不平 以致作恶 我们生气 我们愤怒 不一定都会杀人 但是谋杀 一定是有这些 怒气 有这些愤怒 心怀不平 引起的 这些仇恨 仇恨 引起的 所以 我们 作为基督徒 对于 不可杀人 要有一个 更深入 更广泛的认识 它不仅仅是包括 最后 那个 将人肉体的生命结束 而是从开始 从开始 从我们 有怒气的时候 仇恨的时候 那就已经开始 进入到 杀人的阶段 只不过 有些人 是止住到这儿了 可能及时地 解决自己的怒气 或者是 或者是呢 认罪悔改 或者是 有其他的因素 拦阻 以至于 没有将这种 怒气 仇恨 聚集到 一个程度 以至于 去杀人 但是我们要知道说 耶稣对他 儿女的要求 是从 那个谋杀的动机 从那个思想 开始 就要解决 OK 那 引起 愤怒与仇恨的原因 其实是 非常的多 很多原因 我们以前看电影 那就是 父辈 可能是被 屠杀 所以 儿松辈 就开始 祖祖辈辈 开始 报仇 雪恨 这是 上辈 遗留下来的一些 有些 可能是 因为 升迁 有些 遭遇 不公的 待遇 等等 有很多的原因 以至于 引起 愤怒 以至于 引起 这种仇恨 在这里 耶稣 他提到了 两个 两个原因 只是提到了 两个原因 在这二十二节 讲到说 反骂弟兄 是拉家的 难免 公会的审断 反骂弟兄 是魔力的 难免 地狱的火 那两个都是骂 一个是骂拉家 一个是骂魔力 OK 所以你就知道说 人的言语 他可以建造一个人 他可以摧毁一个人 那在这里 骂人拉家呢 是从他的智力方面 说这个人很stupid 很无知 很愚蠢 那这是对人 一个智商的否定 如果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 没有这方面的知识 我是一个牧师 我对很多领域 我无知 那你如果说 正好碰到那个领域的时候 你说杨牧师 你很无知 我是欣然接受的 我是很承认的 但是呢 很多时候呢 在这个时候 你骂人家 这种拉家的时候 他也许人家 本来是有这样的 一个认知 有这样的知识 只是你自己骂的人 可能无知而已 OK 也就是说 当你骂人家 无知的时候 否定人家智力的时候 这其实就是一种侮辱 很容易引起愤怒 仇恨来 挑起那个怒气 很容易挑起事端 OK 那说骂弟兄是魔力的 那魔力呢 是侮辱一个人的人格 它其实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怎么翻译成一个中文 那英文有时候 中文也翻译成说 翻译成说 白痴 或者是stupid 也翻译成类似 好像拉家这样的 否定人家智力 但是 其实 他是侮辱一个人的人格 OK 那这就更严重 所以他的审判不一样 那之前呢 说骂 加拉的是说 难免工会的审断 那骂弟兄是魔力的 是难免地狱的活 这里不是说 因为你骂弟兄 有魔力之后 你就失去既温 那这里并不是指这个意思 因为地狱这个词呢 是在耶路撒冷西南部 有一个地方 叫新嫩子谷 那个新嫩子谷呢 就被人称为地狱 其实 它真正的名字就叫 新嫩子谷 那这个谷呢 主要是丢垃圾的地方 还有就是那些犯人 被处死以后 丢尸体的地方 所以在这个垃圾 这场这个丢尸体的这个地方呢 常常呢 是要用火要烧 烧这些垃圾 烧这些尸体 所以呢 常常就发现说 这个新嫩子谷 这个所谓地狱的这个地方呢 常常是烟火缭绕 24小时都在焚烧 所以呢 用这个地方 比喻最痛苦的一个审判 当然将来 那些不信神的人 去的地狱 也是用的这个字 那它就是只形容一个 很痛苦的地方 也就是在这里呢 因为耶稣是对他的 门徒在讲 并不是在讲说天堂地狱 并不是在讲这些事情 而是讲说 当你骂弟兄 不管是从智力 还是从人格方面 开始羞辱他 辱骂他的时候 是神是要审判的 而且还要更重的审判 我们认为 好像是一个很小的事情 只不过是 发了个脾气嘛 说了一句生气的话嘛 不需要这么大惊小怪嘛 但是神对他儿女 要求就是这么高 是要有更重的审判 美国呢 是以前是有一个叫 Billy Sunday的一位步道家 他是差不多一百多年前的一个 很有名的一个旅行步道家 常常支搭帐篷 在美国全国各地来步道 那有一天 有一个姐妹就找他 因为这个姐妹就是 特别爱发脾气的一个人 所以他找牧师呢 就说哎呀牧师啊 我发脾气呢 我只是那个刀子嘴豆腐心 我发完脾气就没事了 就过去了 就结束了 然后牧师说 猎枪也是一样啊 但是你看看猎枪之后 他所造成的伤害 对你是发了脾气痛快了 你自己痛快了 你的那口气出去了 可是这个子弹已经出去了 他会对很多人 对你所讲话的那个人 已经造成伤害 这个伤害呢 你可能根本是看不到的 是你没办法体会的 所以为什么耶稣 对他的儿女 有这么高的要求呢 当我们愤怒 当我们仇恨的时候 当我们发脾气的时候 哎 要小心 因为这是耶稣将来要审判的事情 而不是可有可无的小事情 OK 那这是耶稣 因为我们发现说 其实在这个世代当中 很多的这种 引起愤怒的事情 仇恨的事情 其实就是我们讲话 不小心引起的 同意吗 很少是因为你做事 引起的 有 但是少 更多的是我们不会讲话 你看夫妻 其实很多夫妻的矛盾 就是丈夫不会讲话 当然妻子有时候也不会讲话 其实就是不会讲话造成的 同事之间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基督徒 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 怎么能够很好地沟通 讲建造人的话 而不讲拆毁人的话 特别是我们对下一代 对儿女 很多父母对儿女讲话 真的是一点点都不留情 你知道吗 骂的话比外人骂的还狠 我记得我讲过 有一次我在商场听到一个母亲骂她 其实可能就四五岁的孩子 说你去死 我天 我想这其实就是一个小男孩 调皮一点 到处去摸去抓 然后母亲一生气 你去死 你快去死 你知道吗 这是一个母亲对自己孩子的 这种辱骂 那这孩子小 可能造成的伤害 有限 但是孩子越大 这种类似的话呢 可能造成的伤害就更大 那很多为什么 父母辛辛苦苦把孩子养于大 但是孩子跟父母却像仇人一样 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不会讲话 所以你看 主耶稣讲的原因 都是针对我们实际的需要 实际的情况 发生的情况 都是因为我们讲话 造成的 OK 所以当有这种怒气 仇混的这种苗头的时候 是一定要及时的来处理 快快的处理 不要单言 所以在二十三节 在这里提到二三二四 其实二五二六 其实都在提 就是说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 若想起弟兄向你们怀愿 就把礼物留在谈前 先去同弟兄和好 然后来献礼物 二十五二十六节这里讲到 说你从告你的对头 还在路上 就赶紧和他和惜 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 审判官交付牙役 那你就会下在间里 我实在告诉你们 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 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 讲了两个情况下 这也是举例 说要快快的处理 不要单言 那第一个呢 这种情况 主耶稣举例的 就是说当他去谈前献礼物的时候 那这个献礼物 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讲 其实就是一个敬拜的一个过程 敬拜的一个仪式等等 包括献祭 那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讲 其实就是教会的生活 你来教会来敬拜 参加主入学 参加团契等等 教会举办的任何的这些活动 弟兄姐妹之间的这些活动 其实都是我们敬拜 敬拜神的活动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更是要检视 我们自己有没有对别人 有愤怒 有仇恨 如果有快快的处理 那以后我们会有圣餐 OK 我们就会让弟兄姐妹 提醒弟兄姐妹 过去一月当中 你有没有得罪神 得罪人的地方 如果有快快的认罪悔改 如果你所恨的那个人 就在你们当中的话 就要跟他和解 OK 几个月前呢 其实我们当中 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有对夫妇呢 在来教会的路上 在车上吵架 你一句我一句 一直吵到教会 可是呢 到领圣餐的时候 我在这里说 我们有一分钟时间 求神来光照 我们有没有得罪人 得罪神的地方 然后我们再领圣餐 这对夫妇 没办法领 刚刚在路上吵架 感谢主 姐妹先开口 对弟兄 对丈夫说 对不起 我刚才不应该责备你 丈夫说 其实我对不起你 我不应该惹你生气 和好 然后坦然地来领生餐 美好的见证 那这就是在敬拜当中 有一个机会提醒我们 我们有没有对弟兄姐妹 对家人 我们有这种愤怒啊 有这种仇恨啊 有这种怨气在当中 如果有的时候 正好这也是个机会 我们来提醒自己 快快地来解决 那二十五 二十六呢 就是有一些极端 因为有时候 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 可能会引起比较严重的问题 就有可能上法庭 所以在这里说告 要赶紧啊 当说你的对头 在路上要告你 准备交给审判官的时候 这等于要走到司法程序 那这对我们基督徒来讲 就更是一个要提醒的地方 我们基督徒之间的矛盾 我们当然圣经还有其他的教导 特别是哥林多前书的教导 我们不要把它交给 世俗的审判官来审判 那样的话呢 是玷污神的名 玷污 玷污 基督徒这个名 我们是有能力可以解决的 我们是有能力 可以快快地处理的 很多事情 只要我们能够谦卑 只要我们能够道歉 求对方赦免 都是能够解决的 很多很多的时候 只是我们那个自宗心作祟 拦阻了我们 及时地来处理这些 不当有的这种怒气 这种仇恨 那所以 当耶稣举例 举例来说 他来到地上 不是要废掉律法 是要成全律法的时候 其实就是要让我们这些 当代的基督徒 包括当时的基督徒 以及后世我们这些基督徒 我们要比当时的宗教领袖 那些文士法利塞人 更有意 公义的意 更有意 这个更有意 不光是说我们要相信 接受这位耶稣 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 成为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 而是更能够对旧约的律法 有一个深入和广泛的认识 以至于因着耶稣 给我们的新的生命 我们就能够真实地来踪行 神不管是旧约 还是新约 给我们的律法 那以至于呢 这些律法 借着耶稣给我们的生命 当然这都是耶稣的恩典 借着耶稣的这个恩典 新生命在我们当中 那这些律法 都可以成全 都可以完成 以至于神的心意 就可以满足 那当我们弟兄姐妹 彼此相爱 我们消除这些怨恨 这些愤怒 这些怨气 仇恨的时候 这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 那以至于更多的人 因着这样美好的见证 就愿意来到教会当中 信靠这位神 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耶稣 我们感谢你 给我们新的生命 主啊 这新的生命 永恒的生命 让我们再 以不同的眼光 来看待主 你在旧约当中 给我们的律法 主啊 律法都是圣洁的 都是为着我们的益处 主就求你帮助我们 以你的眼光 来看待这些律法 主啊 以主你自己的心肠 来看待这些律法 主啊 让我们在生命当中 在实际的生活当中 主啊 都能够活出 不一样的生命来 以至于你的心意 接着你的教会 你的儿女 得以实现在 你的教会当中 实现在地上 我们不能 但是我们生命当中的神 凡事都能 主啊 帮助我们凡事 主啊 都来仰望 来信靠你 听我们的祷告 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好 我们请 敬拜团带我们 用这首诗歌 来回应今天的信息 我们可以 感谢您的 这首诗歌